在歌手舞台的踢馆赛上 李克勤一开嗓差点杂烂张学友的饭碗 曾经和谭永林制霸港月的李克勤 时隔六个月首次付出选择了这档殷宗 他用张学友86年最惨的遥远了他 倒进那些年在蒙面歌王的不甘 李克勤在报名参加一档歌唱比赛后 他也和张学友在此相识并出道 以至于张学友在得知李克勤准备用自己的歌曲比赛时 更是不顾千万里也要去助李克勤杀回巅峰 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李克勤的这首歌不仅令他斩获了第一的位置 更是将李文挤到了第二名的成绩